巨蟹座十月份的认识 可能过去几个月到现在 你们一直都处在一个追求金钱的能量里面 所以我们从过去这一阵子来看到 其实你们在追寻的是不只是金钱 我觉得也是一个对自己的认识 因为其实这段时间呢 我感觉到巨蟹座好像心中有比较多的迷茫 或者心中有比较多的问号 但是这个问号不代表说你是一个笨蛋 只是你好像不知道说自己生存的意义 或者是说自己到底所追求的那个方向在哪边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就会以个人的成就 或者是说比较世俗的成就当作一个目标 那就是赚钱 或者是说寻求一段快乐好的感情 那这个可能就是你前阵子为自己设下的一个目标 但是现在啊 你可能发现这个好像不是你真正想要的 它跟你想要的好像落差很多 比如说你真的赚到钱了 你真的已经遇到一个还不错聊得来的另一半 可是你发现好像自己在这当中 好像还缺乏了一点东西 有点空虚这样的一个状态哦 你现在内心里面会有蛮多的恐惧 它在困扰着你 那其实在这样的状况下啊 你可能会想说那我是不是要跨出去 我是不是要做一些尝试 做一些改变 虽然你的心中是这样想的 但是其实你大部分你可能还是会选择先拖延或者是说先放着 就是安稳的先过现在的生活不要想那么多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你给自己的一种自我的保护机制 你不想要让自己有太多的烦恼 大幅的改变啊可能会让你对你的未来没有安全感 所以你可能会选择慢慢的去改变 但是这个改变幅度它就很小 那就几乎没有 那未来十月啊 我觉得巨蟹座可能在金钱方面 可能会得到一个比较不错的收入 因为从排面上来看 你已经具备可以赚钱 也可以稳定家庭的条件 所以在工作方面在收入方面是完全没问题的 像我们刚才说的 因为你会把你的经历目标都放在这个地方上面 所以你就会让自己呈现一个比较劳累的状况 那我们来看一下巨蟹座抽到哪些盘 你的过去呢抽到的是一张赢者盘 这赢者啊代表说你一直在寻求 我目前的人生意义是什么 好那也抽到一张权杖一 这就代表说其实你有很强的动力 你有很强的欲望 想要去追寻自己的目标 那追寻什么呢 就是这个钱币6 你希望的是生活上面的稳定 经济上面跟赚钱 收入可以高一点 但现在你来到了一个月亮牌的状态 月亮牌代表说你迷茫啊 你恐惧啊 你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的方向在哪边 或者不知道自己到底走的道路对还是不对 所以你会想很多 把自己给困住了保健8 权杖2 代表说其实你还有其他的选择 其他的方向 只是你还在考量到底要不要走出去 那未来在10月份啊 你出现的是一张恶魔牌 你会把很多的时间 精力都花在工作上面 追寻事业上面的成就以及地位 那这边有一张钱币7 代表说你很努力的在耕耘 并且等待收获 那这里有一张权杖4 代表你的收获 其实是在10月份可以看到的 你的这种稳定的能量 跟赚钱的能量是很强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植音卡要给巨蟹座什么样的讯息 巨蟹座跟我们刚才的双子座抽到一样勇敢跳吧 这个其实也是在跟你说你有目标嘛 你有其他的方向想要选择 那是不是可以往这个方向去呢 是的 勇敢的去跳 我们戳到一张神域卡的指引 找到属于你的叛逆 叛逆是找到真正自己的道路 代表说你不必去迎合这个世界的规范 不必去考量他人对你的枷锁 而是走出自己的道路 那以上就是给巨蟹座10月的指引 请不吝点赚